好 那先問你們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基督生平 耶穌是舊約的人物還是新約的 新約 那全部都錯的 多需要重新修 如果你快畢業的話 你最好這幾堂課好好聽一聽 耶穌如果是新約的人物的話 舊約怎麼結束呢 你們思考到這個問題 我到很多 有一年我到慶慶慧神學院去教幾個國內來的同工 大江南北大概基督生平都教到爛掉了 所以其實是來拿學分的嘛 拿學分的 我就看他們也挺辛苦的 第一個問題就問他們 耶穌是新約還是舊約 他講說是新約 我說第二個問就不要問了 因為基本上我們叫結構性錯誤 因為新約的開始是五旬結 指出新段第二章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舊約 耶穌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 耶穌不上十字架為我們流血 怎麼會有新約的開始呢 清楚了吧 所以我會很坦白告訴你 你回到國內去 你問 就算是服侍二十年的牧者同工 可能這個答案都是錯的 所以為什麼解釋是福音 我們的方向都出了問題 因為我們解釋很多的問題 都是往新約教會身上丟 以至於我們很多的問題搞不清楚 比如說登山寶訊啊 不是稱呼我主的 結果耶穌說我不認識你 對不對 像這類的問題 登山寶訊 非常多的問題都是在舊約裡頭 所以你們要先搞清楚啊 研究這個基督生平呢 其實是新舊約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一把鑰匙 好 那麼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啊 我1993年就到國內去侍奉 一直到今天 大江南北跑了大概八九個省 從90年代國內培訓的興起 一直到今天 我們要是 好像是這個 萬馬奔騰啊 國內的聲線多到已經算不清楚了 那麼你們都是來這邊讀 也都很好 但國內的問題是 現在學生也不一定收得到了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的教會也正在轉型啊 不像90年代的教會 90年代比較有一言堂 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現在的教會不一定了 因為教會開始發展了以後 很多的年輕人興起來 所以在教會的侍奉裡頭啊 不一定跟老的同工能夠配搭 所以在國內有些地區老中心三代 很多的struggle 很多的衝突 這個是目前國內的狀況 再加上制度整個結構 跟國外不太接軌 所謂的制度 比如說我們有河南的來的同學 我老家也河南啊 很多的這些地區的教會啊 傳道人到那裡 募會是不給生活工資的啊 你們叫工資啊 我講你們比較親切一點啊 我們國外不叫工資啊 怪怪的啊 我們叫生活奉獻 教會不供應傳道人生活奉獻的啊 這個在普世啊 今天在國內很多的教會還是這個樣啊 所以非常多制度上不完全 大家想想看制度上不完全 這麼多人全職奉獻出來 這個生活上沒有一個啊 基本的一個啊 需要可以教會供應的話 這些年輕人說良心話 也不能熬太久的啊 事實上就非常的辛苦啊 又回到90年代 以前可能還要一個田對不對 還得下下田跟跟田 要不然家裡連飯都沒有吃的啊 所以其實國內大家不要看2016年了啊 我從90年看到現在啊 其實在制度上很多方面是不上軌道的 啊 因為很簡單啊 教會裡面啊 啊 負責的這些同工呢 本身不受訓練啊 這是個大問題啊 很多的負責同工 他自己不受訓練的啊 那些年輕人當然都受訓練了啊 啊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個時代裡面啊 要把中國教會能夠更上一層樓的去調整的話 這是個很大的工程啊 所以我們不要講外面啦 光講我們基督教內部啊 除了一端多極端多啊 教會的這個發展 其實問題也很多啊 所以這個是目前很現實的問題啊 所以希望你們在美國這邊讀啊 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認識啊 將來能夠回到國內啊 能夠來侍奉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好 那麼 有沒有人沒有拿到我名片的啊 有沒有 都拿到了吧 有沒有多 前面有沒有 前面沒有的話 你舉個手啊 麻煩拿到前面來 傳一下啊 好 那上面有我的名片啊 你就用寫這個Gmail 這個郵遞的地址 用Gmail 不要用QQ了啊 QQ是國內在用的啊 好 謝謝啊 謝謝 好 那麼我們啊 開始先做一個感恩的禱告啊 我們就開始了啊 天父我們感謝你 讓我們啊 花上二十五小時的時間 一同來學習這個基督生平 也求你幫助我們啊 能夠啊 看到耶穌基督啊 聖經當中一個最核心的一個人物啊 從天到城肉身來到這個地上 你也幫助我們啊 從基督的生平當中 讓我們看到啊 這一把的鑰匙啊 把旧約結束 開啟了新約的恩典時期 讓我們今天在教會時期 一個恩典的時期 我們來領受耶穌基督的啊 這個福音的好處 我們更存一個感恩的心 願意將自己獻上當作活祭 求你繼續來恩待我們 求你繼續來保守我們啊 在這裡的學習 我們感謝主 也為國內的肢體啊 他們的需要 求你也繼續來供應啊 這些聖經的老師 我們謝謝主的恩典 在你面前我們感恩祷告 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好 那麼我們啊 先看這個啊 大家有這個說 好 課本啊 大家有這個課本吧 有沒有買這個 基本上是這一本課本 基督聖品與福音書 孫寶林 這個課本呢 我有給學校 那個萬陽是哪一位 你有沒有印出來給大家 或Email給大家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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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啊 課程的那個書本啊 書本還沒有 我可以印一下 你沒有印啊 你跟我講 我是講一印了 我想你們都印了 我就不印了 就是一張紙而已啊 OK 那等一下 你印好我才來談 因為你不印的話 他們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你懂我是吧 等一下麻煩印一下 好 那麼我們來看伺服音 現在我們就開始來 先開始上課 那麼這個伺服音 我們來看 它為什麼會形成呢 因為大家曉得 一開始 我就問大家一個 非常重要的問題 伺服音 到底記錄的是一個 舊約的結束時期 還是一個新約 其實我們 一般來講的觀念 基本上讀伺服音 一開始 就是因為聖經前面講的 新約全書 接著馬太 對不對 結果我們被那個 弄得搞不清楚了 其實從聖經裡面來看 整個 新約的開始是 耶穌基督 訂了十字架以後 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 這個都是屬於 舊約時期 到耶穌基督 定十字架 升天 接著聖靈 下降 這個我們叫Pentecost 就五旬節 五旬節 那麼教會 開始建立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叫做 我們叫教會時期 這個才叫做 新約 恩典時期 我們這一群 就是被耶穌基督所拣選 進入到神家裡的一群人 所以我們讀四福音的時候 必須要了解 它是舊約的一個完結篇 懂不懂我 舊約完結篇 舊約到底怎麼樣 怎麼樣結束的 這個四福音它主要的 它要告訴你 在舊約當中 有非常多的這個應許 對亞伯拉罕的應許 萬族要因你得福 創世紀十二章第三節 像這一類的應許非常之多 有關弥賽亞的應許 所以 四福音等於是 耶穌基督成就這個應許 他來到這個地上 同時他完成這個律法 這個律法 他必須要來完成 我們看馬太福音第五章 大家一同來看一下 馬太福音第五章 好 都可以跟得上 來 馬太福音第五章 我們看十七節 好 我們請這個 那個填 Emily是填什麼 那個字 不會用 現在還沒有來 還沒有來 王清明 王清明 帶我們讀五章 王清明沒有來 萬陽來了 第三位 請你讀五章十七節 好 那麼 大家去看到 耶穌說我來 不是要廢掉這個律法 和先知啊 所以你就知道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 他完全是依照 舊約的應許而來的 像加拉太書講得很清楚 即至時候滿足 且為女子所生 且生在什麼 律法之下 對不對 這個經文 加拉太書第三章 這個都非常的清楚 像這一類的經文 那麼我們來看到 所以當我們讀四福音的時候 很重要的 耶穌是整個 舊約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結束 他怎麼樣把這個舊約 上帝在舊約當中 藉著檢選應許 藉著頒下這個律法 那麼耶穌基督 他的道成肉身 來到這個地上 所以整個四福音 一直到耶穌定十字架 這一段的時間 我們可以說是 怎麼樣把舊約結束掉 使得我們因信耶穌 律法的義 就給了我們這一群 信耶穌的人 這個就是在四福音當中 福音到底是怎麼樣的 把舊約去結束 耶穌基督來 把新的福音帶到我們當中 所以這個就是讀四福音 第一個你需要去注意的 那我們現在去看到 這個四福音 我們先不去研究這個年代的問題 但是我們都知道 四福音書 基本上是 教會時期啟示的 對不對 大家知道嗎 他馬可路加約翰 都不論你是怎麼去研究他 那個是年代的問題 先不管 那麼我們曉得 他一定是教會時期 這個聖靈 使用了這一群使徒們 像馬太 馬可 路加 約翰 John 這些人 開始在教會時期裡面 去啟示 耶穌基督 當時在地上 他所做的事情 好 那麼你從這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你就知道 為什麼會 要啟示這個四福音呢 因為非常簡單 第一個 我們來看講義 因為使徒慢慢的離開世界以後 這是一個大問題了 需要有一個非常重要一個權威的書籍 來告訴後代的人 這個信仰的問題 如果你沒有這一些的非常重要的 這些的啟示的書卷的話 你就不會了解 所謂的福音到底是怎麼來的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所以為什麼要有四福音 馬太馬可 路加約翰有這四四卷福音 就是要讓信仰這個問題 能夠藉著這四個福音書 從不同的角度看耶穌 能夠來繼續延續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 你要看到在四福音的時期 教會有的時候就逐漸發生一些問題了 特別是一個祖後七十年 大家要知道祖後七十年 是一個教會時期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了 七十年AD 因為祖後七十年是 羅馬大將軍提多進到羅馬 進到耶路撒冷 把耶路撒冷城整個毀掉了 所以從祖後七十年以後 事實上 猶太人基本上沒有獻祭了 這是一個問題了 那祖後七十年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 很簡單 在教會歷史當中 一開始我們讀史書宣傳第二章 大家一同來看一下 你會發現有一種現象 我們來看史書宣傳第二章 大家一同來看第四十六節 四十六節 我們請張魯傑 弟兄在我們讀 四十六節 哦好 這是張姐妹 我看你的名字好像是弟兄的名字 不好意思 那這邊他講的是 在殿裡且在家中 是不是你啊 是不是你 是你啊 是不是你啊 我不好意思跟你道個歉 因為我看一個魯我就覺得是難的 又一個姐 是姐妹啊 不好意思啊 那你注意去看的時候 四十六節啊 二章四十六節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 橫切的在殿裡 在家裡撥餅 哎 這個殿 這個殿是什麼殿 啊 是什麼殿 大家想想看 耶路撒冷聖殿嘛 對不對 很清楚的 所以其實我跟大家講 你去讀四福音的時候啊 史書宣傳的時候啊 像這一類的 為律法而熱心的猶太人 雖然也信了耶穌了 可是他們事實上 在聖殿裡面 敬拜上帝的還是有啊 你會發現 當時是大猶太教的信徒 跟信耶穌的猶太人 其實說句實在話 剛開始沒有分的那麼清楚 這個你從這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 因為他們猶太人的傳統 還是會到Temple 到聖殿裡頭去的啊 那麼為什麼祖後七十年啊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呢 因為祖後七十年以後啊 因為羅馬的兵丁提多啊 這個將軍提多帶了兵 進到耶路撒冷 他為什麼會要打耶路撒冷呢 因為猶太人要造反啊 這是在歷史上有記錄的啊 這個造反這件這個事情呢 當然猶太人要連結一切猶太人的力量嘛 那也包括你信耶穌的猶太人啊 所以祖後七十年 當時猶太人造反的時候呢 這個啊 信耶穌的猶太人 就沒有參加啊 這個抵抗羅馬帝國的這個 非常重要的啊 這件事情 所以就造成了七十年以後 產生了一個問題了 猶太人 信猶太教的猶太人 就把信耶穌的猶太人 開始分家了啊 這個是祖後七十年 在猶太人當中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事件啊 那麼這個分家 我們講 基督教跟猶太教 剛開始是有點分不清楚的啊 你看史徒旋傳第二章就知道啊 後來會分的 後來會分 就是因為這個政治事件啊 那麼教會 其實一開始傳扬耶穌的時候 就已經遭受逼迫了啊 大家去讀到這個 這個啊 西律王要殺害這個彼得啊 史律行傳第十二章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 所以教會的逼迫啊 其實就已經逐漸形成 但是還沒那麼厲害 一直到祖後七十年以後啊 這個就厲害了 因為等於在猶太人當中 他正是把這一群信耶穌的猶太人分開了 完全分割了啊 那麼啊 這也是造成後來啊 羅馬的皇帝 這個該殺皇帝為什麼要逼迫基督徒 猶太人基督徒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當時的猶太教 為了信仰的問題 不去敬拜皇帝該殺 所以跟羅馬帝國打了幾次仗 羅馬帝國也覺得很奇怪啊 後來就知道他們是信仰 不是政治上的問題啊 也就算了 所以羅馬皇帝給他們一個特色令 一個招令 就是你們碰到該殺的皇帝的像 你們可以不必拜的 因為你們的信仰 是不拜偶像 就算了 讓你們這樣子過 大家都平安無事 但是等到祖後七十年啊 以後不一樣了 因為猶太教寫了一個書信 正式告訴羅馬皇帝了 我們這邊有一群雖然是猶太人 但是他是信耶穌的 不是我們猶太教的 好 那這個問題就來了 那他就不在這個招令的保護裡頭 所以你基督徒 猶太人 你需要向該殺來敬拜 了解我一下 這個就是 主後七十年 猶太人 猶太人當中 開始逐漸就分家了 一個猶太教 一個基督教 就越來越清楚了 那麼基督徒將來受到 逼迫就越來越大了 因為你需要向羅馬皇帝去敬拜了 好 那麼這個就是 教會遭受逼迫 使徒們分散在各地 怎麼樣把耶穌的生平 記錄下來 這是有迫切性的 不記錄 後面的人可能用言語去傳 就會傳出很多不正確的 對不對 這個就出現信仰的問題了 好 那麼第三個 基督教剛開始的發展 非常的快速 那麼教會四處建立 所以你需要知道耶穌的言行 跟這個耶穌的這個教導 大使命 像這類的教導 所以需要有人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為什麼四處因 它產生其實是有一個擊破性的 那麼大家要知道 初太教會的發展 彼得一次講到三千人得救 對不對 那麼安提亞教會 拆派了保羅 這個巴拉巴 還有這個馬可 跟著他們三人行 第一次旅行步道 到亞西亞建立了許多的教會 第二次旅行步道 保羅把福音傳到歐洲 馬其頓的呼聲 建立了菲利比 鐵薩羅尼迦 後來在哥林多一年六個月 第三次旅行步道 保羅在以弗索 在那邊開神學院 那叫推拉魯學法 那麼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就曉得 這個教會的發展 非常非常的快速 從史圖行傳裡面 可以看得到 那麼當時 大家看史圖行傳 來看一節的經文 請你翻到史圖行傳來看 到了三次旅行步道完畢以後 你注意看 這個史圖行傳第二十一一章 我們看二十節 好一章二十節 我們請賀俊林 請賀俊兄帶我們讀 他們興建就歸榮耀與神 對保羅說 兄台你看 猶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萬 並且都為不快樂性 好 他說你看 猶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萬 可見這個人數怎麼樣 從當時的彼得講到三千人得救 現在怎麼樣擴張了對不對 多少萬了 哇這個數目非常龐大 以當時初代教會來講 這個環境來看的話 其實這個傳播的速度 也算是很不錯了 很不錯了 好所以你就曉得 教會的發展越來越快速 那甚至許多的人 包括在羅馬 我們讀羅馬書的時候 你就知道 羅馬書第十五章 我們來看 教會的發展 在羅馬書裡面 第十五章 你會發現 保羅三次旅行步道完了以後 他想要到西班牙去 當中他想要經過羅馬 蒙他們的送行 我們看羅馬書第十五章 二十三節到二十四節 我們請呂耀梅帶我們讀 好 那麼大家看到這個羅馬書十五章 保羅三次旅行步道的時候 在哥林多這個教會 第三次旅行步道最後在哥林多教會 他開始寫這個羅馬書啊 他盼望能夠到更遠的地方 到西班牙去 那麼到西班牙之前呢 他要先到羅馬 畢竟這是一個羅馬帝國的首都啊 蒙他們的接納接待送行 這個是在宣教的裡頭 非常的有意義的 好所以你看這個發展不得了 整個的歐洲這些重要的 特別是港口 哥林多啊 這個以弗所啊 這是很重要的港口地區啊 保羅都在那裡做工 所以教會擴張以後呢 需要知道耶穌基督的這個生平 第四個就是異端的猖狂 有關主耶穌的教訓 跟他的生平的著作 可以來應付這些各地的需要 特別是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有人說耶穌只是一個一個形體 也有人說這個耶穌只是一個人 那麼他有不同的這種的異端的出現 所以大家去讀這個新約書卷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對付異端的 對付文化的入侵的 基本上是這幾個 一個是文化入侵 一個就是所謂的希臘文化的入侵 希臘文化大家都知道 分成兩類 它的文化裡面 一個是禁欲派 一個是放縱派 那麼這些都是影響的 整個教會的發展 禁欲派就是 結了婚以後 都信耶穌了 以後就分房了 這哥林多前書就講這個問題了 放縱派 加拉太書第五章就說了 我們蒙恩的救了 但是不可放縱情欲 對不對 還是要彼此相愛的 要不可以 不是因為耶穌的赦免 我們就可以隨便 還要保持這個 與神的聖結有份的 所以這些非常多 還有當然跟異教關係有關的 像貼薩羅尼迦就特別講了 我們既然信耶穌了 就不可以再去放縱情欲 那麼 哥羅西書他也說了 我們是從這個黑暗的國度 遷到愛子的國度裡 對不對 像這些的背景就是屬於宗教類的 因為當時多神教 非常的糟糕 像希臘文化這個廟的裡頭 就有非常多所謂的妓女 妙妓 那麼像這些的所謂的宗教文化的影響 進入到教會非常厲害 當然也包括我們所謂的 這個哥裡派 保羅在加拉太書就講的哥裡派 這些的異端非常之多 所以大家研究新約的書卷 教會的這個書卷 其實是異端 作為一個非常主要的 有文化的 有這個所謂的宗教方面的 還有是從異端的 基督教裡面有假師父的 哇 不多的不得了 所以你就知道 我們讀這個福音書 其實是有它的必要 因為耶穌基督的福音 是整個字怎麼來的 我們需要了解 好 那麼我們看 在兩約之間 一個對比了 這個大家都在很多的資料上 可以看得到 我們就不會太強調這個 因為為什麼要在這個 當時的希臘的時代 耶穌基督來臨呢 極致時候滿足 那麼這個時候 是有一些的原則的 第一個 在希臘文化的影響之下 羅馬帝國用的語言是 希臘文 希臘文就是所謂的普通話 我們今天在中國大陸講普通話 對不對 台灣人叫國語嘛 國語就是普通話嘛 那這個普通話 不論你在中國大疆南北 你到了新疆 你到了西藏 你都可以用普通話講話 這個很重要 這個普通話一講語言統一嘛 那今天我們看到 一樣的 全世界有一個最普通的 大家都可以基本溝通的 就英文了 對不對 就是今天世界語就是英文嘛 這沒辦法了 當然我們做中國人呢 更好 因為我們占世界幾分之幾啊 五分之一吧 不能講四分之一了 我們沒有那麼多了 印度比較多 所以做印度人跟做中國人 會省很多事 因為這個人口的問題 好 那麼這些的都是影響到福音的發展 這是沒辦法的 所以你如果英文好 你又會懂中文的話 基本上全世界至少一半的工廠也能跑 這是很自然的啊 那麼我們看 對當時的以色列來講 兩月之間他們非常盼望這個 弥賽亞的來到 他們對弥賽亞的經文非常的熟悉的 我們大家看馬太福音 很快的來看 這些人 了不了解弥賽亞的預言呢 當然知道啊 你看馬太福音 當西律王去問那些文事的時候 第四節 馬太福音第二章 第四節啊 我們請這個李孟文啊 李姐妹帶我們讀 馬太福音第二章 第四節到第六節 好 那麼大家去看這個經文的時候 你發現這個 紀事長跟文士 其實對基督當生在何處這件事情 熟不熟啊 很熟啊 他的熟悉度是超過我們的想像 因為當時還沒有印刷術啊 當時要讀這些經文是羊皮卷啊 不像我們啊 帶一本聖經就可以跑天下 對不對 他們是扛一大卷的羊皮卷 可能才帶了幾張而已啊 八張十張啊 一大卷啊 但是你看他們這些文士啊 這些人對耶穌啊 所謂弥賽亞受高者啊 他的降生非常的清楚 用了弥迦書裡面的這個經文啊 五章第二節啊 講到伯利恆啊 他們都已經知道伯利恆 所以猶太人並不笨啦 他們對他們的弥賽亞啊 這位拯救者 其實連地方都知道 所以大家就了解 他們為什麼這麼熟悉 因為當黑暗時期啊 我們叫沉默四百年 猶太人其實從以色拉以後啊 他們對舊約 特別是摩西武軍的律法 就研究得非常深刻 對弥賽亞的來臨 他們非常的盼望啊 這是因為他們受到羅馬帝國的一個 等於是殖民地了啊 所以很盼望恢復大威的榮耀啊 這是整個猶太人的盼望啊 所以這也是今天啊 我們看到啊 在今天呢 是一個末世的狀況 所以這幾年 你們有沒有發現 預言特別多啊 2012年又是世界末日啊 對不對 去年又是中秋節啊 中秋節說什麼 又是雪月啊 聽過這些預言沒有 一大堆啊 是不是去年啊 去年我後來他們說啊 雪月啊 我說太好了 我在飛機上看雪月啊 一 對對對 其實 其實 有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你還沒有嘛 對不對 這些這些都是胡說八道 亂講一通的 啊 這個講完都不負責任的 啊 你們做 將來出去做事奉 不可以這個樣啊 我們講話要負責 不只對上帝還要對羊群負責的 你不能夠隨便講了啊 這個 罰眾取寵 這個不可以 對不對 上帝召我們不是做這個事情的 啊 你要按照聖經來講 當然這個末世的狀況 我們看到 從另一種角度看 人心惶惶 從另一種角度看啊 今天的狀況 人類從進入到21世紀 非常多的挑戰啦 啊 現在這個挑戰是全世界 Global 包括這個恐怖的主義 包括物價的上漲 啊 所以你們這時候來美國其實時候不是太好 我坦白告訴你 啊 我1986年來美國 E-Garren的牛奶一塊錢美金 啊 當水喝 喝不完丟掉 現在啊 一桶多少錢啊 五塊了吧 啊 五塊多啊 如果加個organic 對不對 organic內蒙古一堆啊 全部都organic 到了美國就不一樣了 你知道 哎 想起來也挺荒唐的啊 所以這個你看整個的狀況完全不一樣啊 所以我也很坦白講 從從90年代啊 1986年我來美國 確實是還是 基本上還是以聖經為主的啊 整個的這個國家啊 現在不是 現在是以鈔票為主 想辦法把你的錢弄掉啊 就是這樣的 所以現在美國其實已經 實際的講就是偏離了聖經的原則啊 這是這是很很肯定的啊 這是大問題啊 大問題啊 所以你看這個末後的時代 人不愛聽上帝的話啊 越來越糟糕了啊 所以我常常到國內我說啊 現在我們有沒有溫州人啊 沒有啊 浙江人有沒有啊 你們啊 你們有沒有浙江 上 除了上海以外啊 你看那個浙江溫州那地方 唐不是蓋了很大嗎 上千萬上千萬嗎 是不是還不是被公安局上次又拆了一個嗎 那個就是上海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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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人 一奉獻就是就是很多錢進去的 百萬千萬就這樣丟進去 但是問題是呢 你丟那麼多錢有什麼用 OK 辦一個培訓辦一個什麼沒錢 蓋房子有錢蓋教堂有錢 我常常都罵他們的啊 我也比較老資格一點了 罵他們他們還聽啊 因為我九九三年我就到中國 所以這個過去這些我的學生啊 現在都做神學院院長一大堆啊 我就說你們啊 省著臉用啊 不要不要去蓋這麼大的這個堂 你蓋這麼大的堂 你沒有教導 以前是設備不好 信徒很愛聽上帝的道對不對 現在倒過來了 現在是看設備了 我說什麼時候便看設備 中國現在的開放啊 經濟是有了 當然從另一種角度看也是神的祝福 這個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要懂得怎麼去運用上帝的祝福嘛 對不對啊 不要走偏向 我說你要蓋教堂 你蓋不過梵蒂岡 你蓋不過歐洲的大教堂 你去看好了 現在只剩下遊客在那邊 一根蠟燭兩歐元 粗一點的五歐元 再大一點的十歐元 靠這個再過火了 我說你要蓋堂的話 你蓋不過歐洲的啦 歐洲人基督教從馬丁路的開始蓋了堂 你能比他上啊 你比不上的 對不對 不可能的嘛 但是另一種的方向我們來看 我們需要更認識上帝的話 多辦一點聖經的課程 對不對 同工們需要訓練 這個很重要 多一點的人認識上帝的道 這個才是這個時代的需要 所以我常常跟他們就說 不要把那個錢啊 我就建議他們 如果你要蓋堂 應該要蓋 有些不太好安全的建築物 打掉重新蓋 這個我都很贊成 但是你建堂的時候 要多十分之一拿出來做訓練的經費 你蓋一千萬嘛 就拿一百萬出來做 你的教會都做翻了 因為訓練的經費不會那麼多的 對不對 你花不了那麼多錢 我給他們智慧啊 你不要只蓋外面裡面不蓋 這大問題啊 所以現在很多的問題 你們曉得嗎 溫州 溫州是中國的耶路撒冷 不管各省同工同不同意了 可能你不同意了 但是我也很坦白告訴你 溫州團隊影響全中國 我1998年就到溫州侍奉 到今天 我很了解他們的 你同意也好 不同意也好 反正全中國的縣城 就有溫州的教會 這個也是很厲害的 坦白講 有點像中國的猶太人 有點這個味道 但是我告訴你 也有危機的 為什麼呢 四分之一的信徒不進教會 危機都出來了 各位不要認為沒有危機啊 我們不要沉迷在那種好像 表象的一個復興 我說不是的 現在的年輕人很多人不進教會 也是一大堆 對不對 溫州就是其中一個嘛 四分之一的人不進教會 這個不是我亂講的 我去溫州大教區 牧者同工培訓啊 六七十七八十人這樣子 大家二三十個堂點 幾乎一致的 大家的結論就是將近四分之一 20到25%的人不進教會 什麼意思 我們已經出現危機了 教會一去看都是老的 對不對 五十五歲以上居多 我說我告訴你很快的 十年 十年 恐怕教會就去掉四分之一人了 因為在國內我們的長輩老人家 過去他們營養不是很好 對不對 不相信大家吃的都很好 是這樣的 你是很年輕了萬陽 所以你吃的很好 我在溫州跟我同年齡的 跟我同一個年齡的 我跟你講一個可以做我阿公 也可以做我爸爸 從他的那個 從他的那個外面來看 你先不要問他幾歲了 其實跟我一樣的年齡 他說我老了 我什麼都不能做了 我說不會啊 你跟我一樣年齡 我現在還在學 所以你看看 十年之內 就有一堆的 這些老的信徒要離開 那我們後面有沒有人 基本很難講 這個大危機啊 非常大的危機 真的是末世的狀況 所以我們各位不要把 教會的復興啊 從國內教會的復興啊 沖昏頭了 我是很中肯的講 因為我在中國 釋奉 93年到今年嘛 你看看也超過多少年 20年了吧 對不對 很清楚了嘛 我們從最最古老的那個 大培訓 都是傳道人培訓開始 一路做 做到 現在我們到一般的神學院 都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算不錯了 他們願意進神學院 教會問題非常之多 末世的狀況 看事工 事工大神祝福 教堂大神祝福 咱們北方人啊 我到了河北 北方人那個屋頂是月高 新蓋的房子一定是全村最高的 為什麼呢 他們就有一個迷信觀 因為我等於是有點高高在上 懂了是吧 這迷信觀 南方是地基高 屋頂也要高 南方 所以很多的時候 我們被這些東西慢慢弄到以後 我們失去了那個 事工的那個焦點 耶穌基督這個焦點 這都是我們在這個二十一世紀 末後的時代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所以我盼望大家好 好好去思考這個問題 好 那麼我們看 在福音的擴展時代呢 上帝也給耶穌基督的這個時代呢 一個非常好的 就是交通政治跟法律非常的發達 人間的來往就非常的通暢 這就好像我們今天的全世界 飛機坐來坐去很快 對不對 以前的宣教師一出去再見面 可能是迎接他的官 官就回來了 因為要坐船嘛 是不是 有的連人都看不到 因為船沉了 是這樣的 以前宣教師出國 那真的叫做 不知道何時相逢 那只能在天家見 現在不是了 現在不必唱什麼天家見 我過幾天我就飛機坐回來了 今天太方便了嘛 這交通發達 對福音有沒有好處 有好處 我們可以經常 現在更清楚 透過網路更快了 是不是 這是這個時代的發展 所以從另一種角度看 維基的時代 也是一個轉機的時代 因為我們比以前 用更方便的方法 可以傳扬耶穌的福音 好 那麼我們來看 大家讀四福音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 就是公會 這邊寫得很清楚 你都不必動筆了 你們現在很有福 現在不給你們講義了 學生都會說 老師不太忠心 想當年我們讀神學的時候 給你幾張紙講義 大綱你就要感謝他了 有的老師抱著聖經就開始講 你都不知道他講到哪裡了 現在還有Point Point 還有什麼 還給你做得漂漂亮亮的 還怕你睡覺對不對 還要幽默養下 真是 真的是這樣 以前我們讀書才可憐 什麼都沒有的 就是這樣 好來看一看 公會呢 這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公會跟文士 公會是一個最高的 這個以色列人的 這個猶太人的裁判所 他沒有這個 他沒有這個 生殺大權 但是他可以去處理 民事跟刑事 那麼 公會呢 其實他們 比較偏向這個 羅馬政權的 那麼文士 是反對羅馬政權 他比較專業 所謂的文士就是這些拉比 他是專門教導 舊約來詮釋舊約 因為大家知道 那時候還沒有新約 所以我剛一開始就說了 你讀四福音 你要有個概念 四福音不是在講 新約的事情 懂不懂我意思 啟示的時候 是在新約教會 其實沒錯 但是他講的是 舊約怎麼樣結束的 如果沒有四福音的話 我們不知道舊約怎麼結束 懂不懂我意思 你也不知道 為什麼保羅說了 律法的義就 給了這些信耶穌的人 我們信耶穌律法的義就給了我們 那麼 怎麼會算給我們呢 算給了我們 那是怎麼來的 這個就是四福音當中 看到這位彌賽亞 為我們所成就的這個十字架 所以整個四福音是講十字架福音的成就的過程 把舊約結束 帶來新約 這個是四福音他最主要的幾個要點 好 那麼第二個 我們看沙都該人 也是偏向羅馬 是上流社會 他是掌控祭司跟監督聖殿的 那麼 他的對頭就是法利賽 沙都該跟法利賽有點不一樣 是在復活的事情不一樣 因為沙都該他不相信復活 對了 法利賽他是遵守猶太的這個摩西律法的 他是相信這個復活的 法利賽這個字就是分別的意思 分別的意思 那麼我們看 稅利是為羅馬這個侍奉的 分瑞黨是反對羅馬的 那麼這個都很清楚了 因為當時的稅利是承包制 比如說我們看那個矮個子是叫什麼 那個稅利長 你們都知道路加福音是誰啊 沙該 是不是 他是承包制的 所以承包制是怎麼意思 他跟羅馬政府講清楚 這個地區 我每一年我給你100萬 好 羅馬政府說好 你給我100萬就好了 但我給你一個權利 你有收稅權 所以他底下一大堆他的稅務人員 等我知道他是稅利長 底下就可以養一大堆稅務人員 所以耶穌的時代也是萬萬稅啊 有過路稅啊 什麼稅都有 一大堆的稅 所以他可以用各種的名義去抽稅 當然他100萬給羅馬政府就好 其他就是他的了 這個當時叫承包 這個是讀世福音的時候 你就知道 所以這個 沙該為什麼他說了 我讀詐誰的我要怎麼樣 還有我要把我多少要分給窮人 一半 你就知道他K了多少錢 對不對 他K了多少錢 哇如果不是K了那麼多錢 他怎麼可能講出這種話呢 是不是 可見當時的這個稅利長不得了的 這個是真的 我們叫做私營企業 是為羅馬政府來服務的 所以難怪稅利盡予這些人 對猶太人來講 那真的是過街老鼠人人都打的 好 那麼我們看奮瑞黨就是動刀子的 喜歡用武力來暴動的 這個我們都很清楚 那麼他們的對象也是 一個是偏向羅馬 一個是反對羅馬 西律黨 西律黨當然是奉承這個 羅馬政府的 那麼 因為他宣稱西律的國度 是米塞亞的國度 那另外有一派很特殊 叫艾瑟尼 這個艾瑟尼派就是屬於清修派 他們是隱屬的 這個艾瑟尼派 艾瑟尼派為什麼要講 這個跟耶穌基督後來在哪一天定十字架 這個是研究四福音到最後的時候 耶穌是禮拜幾定十字架 這個有不同的講法 我就說不同的講法了 耶穌是禮拜天的清晨就已經復活了 所以他到底是星期幾定十字架 這個有不同的算法 講到逾越節 講到這些 我們到時候再看了 所以大家先來了解一下 好 那麼這邊就沒有什麼了 我們往後面看 其實有一些的東西我就先不講 因為其實這裡面太多了 我先不講這個 我最後我有時間 我回來再跟你講這些 我們來看你的講義就好了 請大家看到講義 這個部分比較重要 我們去讀四福音的時候 可以跟這個西伯來書 先去來看一下 好 來看看第二頁 請大家看第二頁 馬太馬可路加約翰 其實在對象的裡頭 都有他的不一樣的地方 馬太是講猶太人 因為他講很多律法的東西 所以我一開始就說 各位讀四福音 千萬不要認為是新約的書卷 如果你這樣讀的話 我也保證你讀不懂 你放五百萬個星 你解釋都解釋不懂 到最後就是國內問的 我們不是都稱主啊主啊 你為什麼不認識我啊 這國內最會問 從九零年代一直問到現在 一堆人都在問 那我就說很抱歉 這個經文不是新約的經文 你不能放在教會的身上 懂我是吧 你今天放在教會的身上 那我們這一群 已經信耶穌的 那我們的救恩 豈不是會失落嗎 懂我是吧 這個是救恩論最基本的問題咯 所以為什麼 國內一大堆的問題 他不會不去思考 什麼東西都丟到 新約教會的身上 不是什麼金卷 都丟到我們身上 不要忘了 舊約還有一個 上帝呼召的一個群體 叫猶太人 以色列人 亞伯拉罕的血緣的後裔 別忘了他們了 羅馬書也講了嘛 以色列全家要得救嘛 對不對 上帝並沒有把以色列人拋棄嘛 因為神在創世紀17章 跟亞伯拉罕講得很清楚 講什麼呢 我必要做你跟你後裔的神 這個是上帝的promise 神不會背乎他的應許的 所以大家讀聖經 一定要整全的聖經去讀 你才讀得通 你不要只是把聖經當作 是對我們church的 那很抱歉 我們是野感染 我們把人家正感染都丟掉了 我們才是野感染 我們一定要了解 整全聖經的上帝計劃 兩下合成一下以佛所述說的 兩下一個是猶太人 一個是什麼 外邦人 對不對 這兩下在耶穌的國度裡 大家都因信耶穌基督稱義了 我們在神的國度裡 都是一家人 所以這個就是各位讀聖經一個 非常重要的這個背景 好 那麼馬可福音呢 我們說這個對象是羅馬 路加是 從人的角度去看 是希臘人 那麼 約翰福音 他是對全人類講 因為神的兒子 耶穌基督 他是對全人類的 希伯來書 主要是對猶太人 你聽他的 你聽他的這個書名 叫Hebrew 你就知道了 對不對 對猶太人 所以他的對象不一樣 好 那麼我們待會再來看 那麼為什麼他有不同的對象 主題來講 我們比較清楚 馬可 馬太福音講耶穌是君王 這個大家都知道 以色列的王來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馬太福音第二章 講到希律王他一聽到的時候 他就沒有安全感了 他害怕了 這是馬太福音的神學主題 好 那麼問題在這裡了 當馬太講耶穌是以色列的王 講的他的身份的時候 到了馬可講耶穌是這個仆人 受苦的仆人 為什麼他會從一個君王 一個這麼高的一個頭銜 調到仆人呢 大家有沒有想到 這個關鍵經文到底在哪裡呢 讓你們去思考 有沒有思考到 馬太講耶穌是君王 大家讀馬可一下調到Servant 調到仆人 而且是受苦的仆人 那這個馬太跟馬可 到底是兩條路線還是一條路線 有沒有人可以 可以思考得到 這個非常重要 各位 我們在教會做牧師的 我們也是君王的操練 各位你們全職奉獻 你們也是在教會做 君王的操練 但是我們到教會 卻像一個什麼仆人 對不對 其實是一個同版的兩面 請大家翻到馬可福音 第十章 其實這有關鍵性的經文 把它連結在一起了 來我們看馬可福音 第十章 這些都非常的重要 是你讀四福音的一些觀念 幫助你先打通一些任督兩脈 要不然你讀的時候會糊裡糊塗 因為這些的觀念 要有人去告訴你 大概就通了 你注意看馬可福音第十章 四十三節到四十五節 我們請這個 李孟文講過 劉海源 沒有來 張寅雅 好 那麼在第四十三節到四十五節當中 他講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馬太馬可的關聯性的經文 他說你要為首的話 你要做眾人的什麼 仆人 對 一個是頭銜 對不對 君王就是頭銜嘛 是不是 你要為首嘛 但是這個君王 又不像世界的那些 發號司令的大老闆 對不對 CEO也不是這個 他你今天在神的國度裡 你是為首的 反過來講 你的 attitude 你的態度是什麼呢 不是作威作福 不是發號司令 反而做一個什麼 仆人 對啦 他就是一個銅板的兩面 清楚了沒有 所以馬太跟馬可是 我們叫twin 雙兄弟 前面講的 耶穌 以色列的王 來了 大家聽得很高興 對不對 王到了嘛 我們的王來了 但是這個王又是千千杯杯的 是一個仆人的角色 所以這個就是非常重要 馬太馬可的關聯經文 就在這一個經文 那馬可福音第十章 這個43到45節 也算是核心經文了 整個馬可福音的神學中心 就是這個經文 他幫你把馬太跟馬可 link在一起 連結在一起 所以馬太馬可是雙兄弟 懂我知吧 一個銅板的兩面 那麼 通常我們說 馬可福音的一個背景 為什麼用受苦的仆人呢 也有一些的人就講到 因為帶馬可福音 去啟示的這個背景 55到60AD 這個大概這個年代 當時有人受逼迫 教會是有受逼迫 所以呢 就有 就有這些的 這個書卷馬可福音呢 就用受苦的仆人 耶穌基督是一個 受苦仆人的一個 一個 一個角色 來出場 然後來做安慰的工作 這個是 為什麼它是 也是針對羅馬人 為什麼是羅馬人 而不是希臘人 因為羅馬人當時是掌權的 懂我是吧 他是掌 等於是羅馬帝國 他是整個掌權的啊 所以 在羅馬人的對象之下 其實 以色列人 他們是一個 受苦仆人的一個形象 用這個方面去表達 好 那麼我們看 在路加福音 他講到 人子了 這個大家比較理解啊 這個家伯是從亞當開始算了啊 約翰福音是神的兒子啊 這個大家都清楚 我不多講啊 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到了西伯來書裡面啊 他的主題是什麼呢 大祭司 麥基喜德的等次 西伯來書裡面的重點 他就講到祭司的身份 好順便講一下 在整個四福音裡面有論證 耶穌是人啊 耶穌是人就是路加啦 對不對 耶穌在地上是君王 是仆人 馬太馬可 耶穌是神的兒子 這些的神機 是要告訴你 耶穌是神的兒子 意思叫你 信他是神的兒子 約翰福音裡面講得很清楚 問題來了 在整個四福音的裡面 有論證耶穌是君王的 馬太 君王的侍奉 仆人 馬可 耶穌是人 耶穌是神的兒子 他是先知 這些都沒有問題 但是有一個重要的身份 沒有印證的 在整個四福音的裡頭 講耶穌大祭司的身份 沒有講的 大家去讀四福音的時候 這個沒有 完全沒有清楚的去講 那麼這就是在 在希伯來書的裡頭 他需要去把這個部分 借著希伯來書把它補全 所以希伯來書 為什麼是對猶太人講 其實希伯來書的對象 你要先搞清楚 有的人把希伯來書弄成 信了信耶穌又會不得救了 這個完全對象錯誤 希伯來書第一個是對天使 耶穌超越天使 天使是猶太人的特徵 因為猶太人他崇拜天使 大家讀加勒太書裡頭 我們來看第三章 你就知道了 猶太人對天使 是特別的崇拜的 所以在加勒太書的當中 有一句話 我們看第三章 請大家一同看 第十九節 我們請這個 張尹雅 剛念過了吧 王晨 請王晨來帶我們讀 加勒太書第三章 來第十九節 好 其實大家讀摩西五經的時候 我們曉得 當時耶穌華上帝 直接把這個誡命 就給了摩西 對不對 摩西五經裡面 出埃及記當中 並沒有記錄經過天使 但是七十四一本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吧 知道吧 七十四一本 七十四一本是 後來是七十二個拉比 原來是七十二個 七十二個猶太人的拉比 到了非洲北部 亞歷山大去翻譯 這個舊約的希伯來文 變成希臘文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看一個 一個童女 希伯來文阿拉罵哈這個字 這個字比較麻煩 那麼 但是它翻成希臘文的時候 就真的要翻成是處女了 希臘文就比較精準 希伯來文阿拉罵哈這個字 它的意思是 剛剛結婚的少婦 或是一個沒有出嫁的少女 都可以 所以它比較麻煩 懂嗎 光從希伯來文來看的話 你沒辦法定準她是一個處女的 沒辦法的 但是我們說要 感謝上帝 用了這七十二個拉比 翻到一半的時候 兩個死掉 過世了 所以變成七十四一本 七十四個 七十四 七十四 七十個猶太的拉比 把整個舊約翻成希臘文 這個是非常重要 我們研究舊約 有些重要的字 一定要回到他們去看 那在七十四一本的時候 去翻譯這個 出外遺跡 講到這個 誡命 給了 耶和華上帝把這個石板 給了這個摩西的時候 他就自己加了天使 這個因為是猶太人傳統 他對天使非常的 把他放的位置非常的崇高 但是希伯來書第一章講得很清楚 天使是福義的靈 對不對 是為承受救恩的人來效力 弄了半天天使地位比聖徒還低的 所以這個天主教用了這一類的經文 就是說 每一個天主教徒旁邊都有一個守護天使 換句話說呢 你也不能夠隨便講 這個講話 因為天使會把你記錄下來 會到天上報告給上帝 這是天主教裡面講的 他說每一個人都有守護天使 所以你不能做壞事 做壞事他把你記錄下來 這天主教有這麼一套 我們就沒有了 但是我們知道天使是為我們承受 這些承受救恩的人來效力的 希伯來書第一章 這就是大概告訴大家 為什麼希伯來書一開始 把耶穌基督創造者跟天使是被造的 拿出來做一個對比 有原因的 因為他是要對付誰 對付希伯來人的 很簡單 外邦人他沒有這個習慣 希伯來人就有 好 所以希伯來書裡面 他非常重要的一開始 他就開始講到有關 耶穌基督大祭司的身份 麥基喜德 麥基喜德不是人的名字 麥基是這個王 徹德是公義 是公義王 麥基喜德是不知道他名字 公義王 沙人王 好 那麼我們看 這個馬太福音的強調很多的論壇 馬可就有很多的神蹟 路加多比喻 那麼約翰多教義 那麼我們來看到希伯來書裡面 他就講超越 基督的超越 這個大家都基本有對比 你可以了解到 所以約翰福音 如果你到教會開辦查經班 不要一開始讀約翰 約翰比較多 天父跟聖子的關係 父子關係 講的非常之多 約翰福音是四福音裡面 神學性比較高的 比較難難懂的 比較好的是讀馬可 十六章 比較容易清楚 因為是仆人嘛 比較容易懂 那麼如果查經查馬太 除非你的就約基礎 有一定的基礎 你就可以帶了 如果就約基礎不好 弟兄姐妹查 也查不懂的 因為 右邊給你打 左邊也要給你打 很多人他不服氣的 這個登山寶訓 對不對 很多人他覺得非常難懂 那我們基督徒吃虧到家了 好 那麼比較建議你們就是馬可跟路加 路加因為講人 大家對一個出信者來講 比較快 不要一開始就查約翰 約翰是比較難懂 約翰是比較獨立的 他不是這個對參福音裡面的 好 那麼我們看馬太的目的是 是講到上帝應許的應驗 所以我一開始就說了 舊約有非常多的應許 講到童真女懷孕 以赛亞書第七章 講到神對亞伯拉罕說的 萬族要依你得福 全部都要應驗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講到亞伯拉罕限十分之一給麥基喜德 也要應驗在這一位大祭司 耶穌基督的身上 他是超越亞倫的 馬可就是講流血除罪了 路加他的目的 因為馬可福音第十章 我們剛剛讀了 人者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為人捨命 對不對 講流血服事 路加福音是講 耶穌是人類的救主 我們看路加福音的一個 比較中心的經文 請大家翻到路加福音 好我們看十九章 我們看第十節 請今必為 來我們讀路加十九章第十節 好尋找這兩個字有沒有看到 這是路加福音裡面非常重要的兩個字 尋找 所以路加福音記錄了 他來尋找尋找尋找誰呢 尋找社會邊緣人 什麼稅吏啊 這個妓女啊 這些長大麻風的啦 對不對 路加福音裡面很多這類的記錄 我們稱作是社會邊緣人 不被人家所接納 不被這個社會所接納的一群人 這個路加福音裡面記錄的非常之多 好 那麼我們來看 約翰福音是講到 我們信耶穌就有永遠的救恩 看約翰福音第一章十二節 約翰福音一章十二節 金東賢 沒有來 沒有來 張磊 好接待 就是信 所以這個信 一般叫Believe into 就是完全的信 接待就是你把它接到你家裡 所以這邊講的 約翰福音講這個 相信這位耶穌基督的話 這個信不是普通的信 這個信是你真正的認罪悔改 接受它了 懂我是吧 所以 教會當中 你們在教會也會看到有一些人 又像基督徒 又不像基督徒 所以大家就懷疑這個救恩 到底有效還無效 我告訴你不是救恩的問題 是傳 給他傳耶穌福音的那個人 可能傳的不對 懂我是吧 沒有傳到赦罪的福音 就是認罪悔改 有人生病了 信耶穌啊 病得医治啊 那當然大家都要信啊 你有沒有叫他認罪啊 承認是罪人 有沒有叫他離奇偶像啊 對不對 可能這些都不講了嘛 信耶穌啊 做生意嘛 信耶穌 你去拜他嘛 他祝福你嘛 當然 誰不想賺錢發財啊 如果你跟他講 信耶穌 你要為耶穌 啊 這個付出的 啊 賺了錢也要奉獻 不賺錢也要奉獻 通常人說 牧師啊 啊 為我禱告 如果賺了錢 我願意十分之一 賠了就是耶穌 耶穌啊 無效 你說這樣的信仰 你說他是會得救嗎 所以我跟你講 你我們不訓練信徒 講一個純正的福音 就是越來越糟糕 現在歐洲就是這樣嘛 對不對 大家把福音書 把整個聖經當作是什麼 文化 道德 現在我們中國不是出現危機了嗎 基督教中國化呀 知道吧 大危機啊 我們整個中國教會沒有預備好啊 我就講不客氣的話 OK 自認為是復興了 我都跟他們潑冷水 什麼叫復興了 OK 問題一大堆 我們連基本信仰都很多還搞不清楚 還要在那邊講復興 對不對 不要開玩笑了 這個 舊約一大堆人不懂 我在中國其實都是叫他們讀舊約 國內有三大異端 不算 不要我先不要講異端那麼厲害 有三個大問題都是舊約問題 恩典福音聽過吧 你們上海最多了 恩典福音聽過吧 信耶穌一次認罪就從此不認罪了 恩典福音 對不對 恩典福音哪裡來的 你們知道嗎 那個是後期的 那個是後期的 我估計韓國 因為十 十年以前 我認識一個弟兄在亞特蘭大 本來跟我們都還不錯的 有一次他就罵我 我都已經得救了 就不必認罪了 你怎麼都不告訴我 誒 我說奇怪你從哪裡聽的 那我說 怎麼去對付 這個還很好對付 就業還有贖千計 對不對 大祭司要獻祭之前 還要為自己先贖罪 這個很簡單 但是我告訴你就是這麼簡單的答案 信徒還是被 還是被迷迷糊糊的 我們中國上海就一大堆教會 現在 纏在這個裡頭 所以他們 我們上次有一個 我們上次一個教務博士班 我去教嘛 我們就研討這個問題 在座的全部是牧師啊 都是牧師啊 每個都是十年以上的牧師啊 你們答不出來 不怪你們 因為你們還在練功夫啊 你們還在學道嘛 對不對 不能怪你 但是我們今天幾個大問題 其實是很簡單的 答不出來 為什麼 很簡單嘛 舊約不讀嘛 只讀新約嘛 對不對 新約嘛 也不一定讀得通啊 我就泼冷水啊 你們還不認識我 認識我你就知道 我是專門泼冷水的 不要自認為 教會事工大 以為基礎好 你不要騙上帝也不要騙自己了 聖經問題來了 一問三不知 對不對 你騙誰啊 都是牧師耶 拜託啊 你靠牧師的頭銜去 去再教會事奉啊 不行吧 陽群很多的問題要解決的 所以恩典福音一來 上海 頭很痛 我們一個教務博士班 我說怎麼辦 好 他說老師你說怎麼辦 我說好 很簡單 阿薩謝樂啊 立威記十六章啊 大祭司獻祭之前先為自己贖罪啊 對不對 還有贖千祭啊 這些都是屬於日常的過範啊 還有約翰一書啊 多得不得了啊 所以就是聖經功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保羅新觀聽過沒有 聽過沒有 都沒聽過 保羅新觀比較是學術界的 現在是很麻煩啊 信仰大翻案了 他說我們講justification 因性稱義 是馬丁路德時代 1517年十六世紀開始講的 因為天主教不講這個對不對 天主教講因性稱義 還要講因行為稱義 你才叫做得救啊 兩個都講 我們講因性稱義 馬丁路德就看到 我們因性就蒙恩得救了 行為是給你成勝的 另外一件事了 現在的翻案 這個翻案也不是今天在翻 美國的神學院 在1970年代就開始 有人做這個翻案了 他就說信耶穌的因性稱義 是馬丁路德時代才開始提倡的 我們應該回到 初代教會第一世紀裡面 從新約的書卷裡面來看 所以你除了要信耶穌以外 還要加一個條件 這個條件你注意聽了 厲害了 你舊約不懂的話 你還真不會回答他 他說你還要keep with within covenant 就是你還要維持在約的裡頭 這個講得很玄 其實也不玄 因為猶太人要蒙到上帝的祝福 就要在律法的當中 懂我是吧 在摩西的律法的裡頭 你如果遵行上帝的律法 神就怎麼樣 祝福你嘛 對不對 你不遵行 神就咒詛你嘛 同樣的是就約問題 他把就約的律法的 這個猶太人跟上帝立約的這種relations 關係這個modal 這個模式 運用到我們今天新約教會 跟上帝之間的一個模式 這個也是用錯了 完全用錯了 因為我們今天信耶穌 耶穌是我們的guarantee 是我們的中保七章二十二節 希伯來書 我們找到一種來看一看 這個希臘文 還不是普通的字 講到中保有兩個意思 一個只是中間人 摩西就是一個中間人 並不保證你以色列人會 都守約的 懂我是吧 上帝只是借著摩西的手 把律法傳給以色列人 他指一個中間人 希伯來書七章二十二節 我們找到大家一同來讀一下 來我們一同來讀 耶穌就做了更美之約的中保 中保這個字要畫起來 有機會大家去查一查 這個字英文叫shorty s-u-r-e-t-y 更簡單的是大家都懂的英文 叫guarantee 就是保證人 懂我是吧 耶穌是新約的保證人 因為他一個人 我們講 君王一人出戰 沒有士兵跟從的 他一個人 代表我們這一群人 出去跟 成就上帝的應許 在十字架上 敗毀了掌死權的 這個魔鬼 所以他來保證 這個約的成就 懂我是吧 所以我們今天是在 在耶穌基督裡頭 我們只要因信耶穌基督 律法的義 就算給 凡信的人了 就歸算了 impute 會計學叫歸算 你原來沒有的 現在算給你了 It's free 白白的 懂了是吧 這就是恩典 不做工的工價就是恩典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格代咒詛咯 靈恩運動裡面講的最多了 這也是我的論文 我的博士論文就是這個 格代咒詛 也是舊約結構性的錯誤 structure的錯誤 我在福州有一次十五個牧師 都是十年到二十年的牧師了 在中國是非常不錯的神學院 華東神學院不錯吧 大家都知道 算不差了嘛 浙江神學院也不錯了嘛 精靈的就看了 有的也不錯 看看老師了 這些牧者研習會 我問他們怎麼解決 十五個牧者沒有辦法解決 原因在哪裡 舊約 這是我們全華人教會的弱門 我們有弱門的 仇敵很厲害 專門攻弱門 搞得我們都不會分析了 懂了是吧 所以我們做牧者的 我們做第一道防火牆 我們做牧師傳道人 是第一個防火牆 我們都不會去分辨的時候 請問你羊群怎麼辦 對不對 這個就是問題了 所以各位我們責任很大 我們是Doctor of Spirit 我們是靈魂科 你給人家吃錯藥了 人家還會有反應的 靈魂科給人家吃錯藥是沒反應的 都聽懂了吧 你到教會去講一個錯誤的東西 信徒也是 因為你是牧師就聽你的嘛 很簡單 問題就來了 大家吃了拉肚子 拉肚子他都不知道拉肚子 這個才慘了 是不是 你今天是那個外科醫生什麼 開錯刀你還知道耶 我們這個是給人家藥 給錯了都不知道的 你說我們責任大不大 我們責任很重大 不要小看我們做牧者傳道人責任 不得了 所以我們如果聖經不熟 我們沒有辦法去傳道的 哎呀你們會不會責任很重大 心情很不好啊 我已經二十幾年了 我現在講到都很不客氣的 因為我明年就六十了 你們很多比很年輕的 下一代就看你們了 我們如果不訓練好處下一代的 我是有個悲觀的看法 我們基督教在下一代是大危機 我講華人的 美國就別談了 已經看到了 同性戀都OK了嘛 那就別談了 台灣幾乎整個淪陷了 不騙你 因為這個信仰的問題 台灣就是長老會 還算是 比較在神的話語上 還比較忠心的 算是忠心 其他很多我告訴你 都在搞這些 所謂的這個隔代咒詛 這個是很糟糕的 這個完全不符合聖經的 因為耶穌是我們的 更美之月的中寶 如果我們還有這些問題的話 那信耶穌顯然還不完全嘛 是不是 現在我先不對你多講 因為那是我的論文 沒時間講 那個要花十個小時講的 現在就擺住了 我就告訴你 現在現今這個時代 三大基督教問題 我還講教內的 先不要講教外的 教外的 再加上中國大陸的 基督教中國話 你就知道麻煩了 是不是 現在很厲害 現在浙江 不知道怎麼回事 教堂現在都放那個攝像頭 你們知道嗎 還要 對啊 但是現在是沒有的也要有啊 老的我知道有啊 現在全部要裝 這為什麼 他不准 這會不會上話啊 不講了不講了不講了 下課再說 好 來我們看馬太福音的 馬太福音 我還愛中國嘛 我還要去嘛 對不對 我愛中國 對啊 這個大工廠不去不行 好馬太福音啊 要制就是完成啊 應許的 律法的完成啊 那麼馬可福音就是立刻 因為他是Servant 所以你看到馬可福音的描寫 很多的就是立即立刻啊 路加我們剛剛講的尋找啊 他是人類的救助啊 尋找凡願意相信他的人 約翰福音講 相信 西伯來書最大的一個字也是信啊 全西伯來書最大的一個字 出現最多的就是相信的信啊 那麼馬太福音 他的思想是律法 所以為什麼我跟大家講 各位讀馬太 比較辛苦對不對 因為等到我們讀登山寶訓你就知道了 登山寶訓幾乎是整個 舊約 律法神學思想的一個結晶 非常厲害的 大家以為舊約就是獻祭啊 就好了 錯了 從創世紀第四章 就講到一個叫表面的敬拜 該隱就是表面的敬拜嘛 是不是 亞伯被殺的那個是真心的敬拜 所以從創世紀第四章 他就已經講到人類在地上 在上帝的面前 那個不去上帝面前 那個就已經早就陣亡了 先不管了 你今天進到上帝面前 有兩種敬拜觀 一個就是表面的 我東西帶來了 神已經要接受 上帝不接受肝癮跟他的幾乎 肝癮不是就發怒了嗎 這就是所謂的表面敬拜 從創世紀第四章就開始講 這個一路講到律法頒下來以後 猶太人的錯誤 以赛亞書第一章 就看到表面的敬拜 到先知書的出現 一路到耶穌基督 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節 對這個法利塞人的控告 大家來看二十三章二十三節 我們請郭靖 帶我們讀二十三章二十三節 馬太 所以把這些的思想 稍微預備一下 我們要讀四福音 都需要了解這個大的背景 來請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塞人也破了 因為你們將過河回鄉秦菜限上十分之一 那律法上更重的是 就是公義憐憫信實反倒不行了 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好 所以你看到沒有 所以耶穌基督也開始做一個非常重要 一個修正的工作 因為大家不要以為只是表面了 遵行的獻祭的禮儀 就是上帝接納 沒有這回事的 好 這個到最後還會詳細講 先讓你們腦子順一順路 那麼馬可福音因為是仆人就講行動 路加是講恩典 因為耶穌是尋找世上的人 他願意把恩典給帆鄉敬他的人 那麼約翰福音就是講榮耀了 這個榮耀 因為你信耶穌就有做神兒女的榮耀 希伯來書就講到中保 超越的中保 這個中保這個字很重要 我說是一個guarantee 一個surity 就是保證人 他的完成人保證人 保證這個約的成就 是他保證 不是你跟我保證 我們是約的受益人 受益人聽得懂 我們是得好處的 我們沒有做什麼 我們只是相信 我們就得到益處 馬太福音有加普 因為是王 所以從亞伯拉罕的應許開始講 看到創世紀17章 來讀一節的經文 來請看一看 這都是舊約的基礎 所以要聖經讀得好 要從創世紀開始開工 建造才可以的 來第17章第6節 我們請賀奉超 國度是領你的後遇 國度是你而立 君王是你而立 好 君王 英文是kins加一個s 眾君王 不是單數 所以這邊講的是 國度神的國要從你而立 眾君王要從你亞伯拉罕而出 所以大家讀 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節 亞伯拉罕的後裔 大衛的子孫 耶穌基督的家伯 有沒有看到 因為君王的應許 給了亞伯拉罕 大衛又是一個君王 所以我們講到 這個馬太是 就是講這個王的 是有原因的 馬格是仆人 是卑微的 沒有家伯 路加是人 所以從亞當開始來算 亞當到耶穌 亞當 從耶穌講到 亞當是神的兒子 耶穌是神的兒子 亞當是神的兒子 一個是被造的 一個是 英文叫begotten eternity 就是在永恆裡生的 這個是神學用語 格羅西書第一章十五節 我們來看一下 格羅西書 我們一同看 第一章 非常重要的一個經文 是比較神學性 一章十五節 好 我們 我就請這個 正雅結 在我們讀 好 守身 這個字要解釋 不是在 物質界裡頭生的 是在永恆裡頭 所以在神學裡面 是講到 耶穌是由父而出 那麼這個出 是指的在永恆裡頭 你要放 Eternity 在永恆的當中 生出來 所以這個不是 有時間跟空間的裡頭 在永恆的裡頭 這個非常的重要 好 所以這個就是 特別講到 這個 路加了 接著是 約翰是神的兒子 就沒有家譜 西伯來書也沒有講到 家譜 好 我們就休息一下 一同做個禱告 好 大家好 感谢观看